据路透社12月13日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当天说 出于对被围困的加沙平民的担忧 支持联合国呼吁在加沙实施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 澳大利亚罕见地与亲密盟友美国发生分歧 报道称 联合国大会1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在加沙实施停火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15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 23个国家弃权 而美国和以色列等10个国家投了反对票 他们认为停火只会有利于哈马斯 联大决议通过后 澳外长黄英贤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澳大利亚一贯肯定以色列的自卫权 他说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我们说过 以色列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 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包括医院 我们支持的决议 与我们之前在这些问题上概述的立场是一致的 报道称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2日发表一份支持停火的联合声明 这三国与美国、英国组成了五眼联盟 黄英贤表示 我们非常亲密的盟友和观点类似的国家一起发言 支持我们已经阐明的立场 我们认为这很重要 他补充说 声明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 报道称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10月份联合国呼吁加沙停火的决议 投了弃权票 新西兰则投了赞成票 美国是澳大利亚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除了五眼联盟 这两国还与英国签署了澳英美联盟安全协议 几十年来 他们在外交政策上一直不谣一致 另据法新社报道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领导人12日警告以色列 摧毁哈马斯的行动不能给巴勒斯坦平民带来持续痛苦 并再次呼吁停火 报道称 在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中 三国总理阿尔巴尼斯、特鲁多和拉克森 抗卫了以色列追捕哈马斯成员的权利 但是三人警告他们的以色列盟友 平民应该得到更好保护 三人说 我们对加沙平民的安全空间越来越小感到担忧 击败哈马斯的代价 不能是所有巴勒斯坦平民的持续痛苦 感谢观看